三粒小大蝦 九粒來種蝦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點在台南上喚的骨蝦 這個市集號稱是什麼都有 什麼都不奇怪 已經有百年歷史了 有沒有可能發展觀光 我們先帶你來看大家買些什麼 買小鵝 小鵝要回家的 很愛玩的 你如果從小家家家有沒有 對我們走 今天玩賣最少的 小白鵝比較好 帶孫來比較不方便 2號 5號 8號的日子 他們都有來擺 今天這樣有大豐收 今天喔 差不多一個禮拜半個月來一次 今天買蛤蟆 雞肉 一大堆 不知道 這桌 這幾張 這兩張都是 要在這裡買回去種嗎 對啊 回去種 回去自己種 我一兩年就受傷了 所以你真的要種給自己吃嗎 對啊 早期進行牛脂交易的牛區 現在已經變成一個攤商 還有美食聚集的地點 未來的觀光商機 大家到底怎麼看 平常是年輕人 尤其南科在這裡 那些年輕人都來吃牛肉 來吃 所以說那不是說 限量 以前 有時候都是 比較老闆 走 那時候有時候 買賣 都是一些老人 現在不是 現在是變成都年輕 年輕人比較多 就是可能覺得新奇吧 因為有很多市區看不到的東西 傳統市場的特色就是很熱很熱鬧 牛區這個地方它就是滿有人情味的 然後比較像菜市場這樣子 然後可以看到台南就是出名的牛肉 然後還有喊價那個化給買賣 如果想要體驗市場的那個人情味的話 還滿可以來逛逛的 比那個市區傳統市場的價格 就是算便宜滿多的 一般來講 那邊的是 那邊的是 一隻雞的價格 可能大概要到三百塊以上 但是這邊兩百五 甚至兩百塊就買得到 比起來講的話CP值還不錯 賣的東西很多 應有盡有 然後還有那個砂鍋魚頭 它肉燥飯很好吃 推薦大家來吃 那改善的話 年輕人可能會比較在意 他的環境吧 可能比較髒一點一點 因為畢竟是很久了 所以這是可以改善的點 有魚腥味或什麼 年輕人可能會比較在意 對 那被你講的像美食結末 有啊 東西都很好吃 東西很好吃 對啊 殺過去就好 印象就是 幾乎什麼很特別的東西都有買 然後缺點就是 環境衛生很需要改善一下 我覺得交通應該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觀光客應該不會來 對 可是我覺得這裡滿適合外國人來的 對 怎麼說 就是我才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我覺得如果外國人來的話 應該會滿大開眼界的 對 很像泰國的感覺吧 雖然我沒有去過泰國 可是我覺得有點像 泰國的魚腥 算是隱藏版平民百貨 不過現在這地方上 還有哪些景點能串聯嗎 現在所有的那個酒廠都被關光光 疫情的關係 那這邊的那個營業又有 有一點減少 反正我們這邊還有那個 做一些那個 包人家做那個 這些東西 現在就疫情不壞 沒有人收起來 好 哈囉 嗨 接下來要去哪邊觀光 這邊就是三花啤酒廠 對 三花啤酒廠 是一個非常好喝的啤酒 就在這邊 他用的是正溫水庫 還有烏山頭水庫的水 這邊就是以後要乾裝的地方 因為這邊有一些疫情的關係 原來的店 基本上沒有辦法再經營 那接下來會重新委外經營 然後以後呢 這邊會重新拉皮 拉皮之後也會重新改造 日後呢 這邊我知道的部分呢 會有一個公園 還有特別是親子公園 喔 到了到了 這邊就是三花啤酒廠 我的火鍋 我剛來這邊 然後在裡面喝完咖啡 享受了一個很快樂的下午時光 然後出來又看到你們 我覺得好開心喔 景點串連之間喔 因為三花跟南科其實也不遠啦 交通畫面可以再更便利一點 對啊 像公車或者是腳踏車 U-bike設置的點 比較偏僻一點這個部分 這裡會比較偏僻 增加或是公車啊 什麼接駁車那類的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可以改善這樣 在地的景點 如果要點線面串連的話 在地的居民建議 在交通的接駁上 恐怕還是有進步的空間 三立卡倒下 我們往下一站出發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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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